真真正正和他接触了一次很奇怪 就是大家都在坐飞机 他就隔了一行坐隔一个位置 他一看着我说高导演 他就问我去新加坡做什么 他又去新加坡 我说我去做一套舞台剧 音乐剧来的叫曼珠沙华 就是唱梅艳芳的 他说很有趣 什么时候做 我说我们明晚做 我明晚哪里做 他就写下了 我过来看 我就当他说 你这么忙生意人 怎会特意走过来看 结果那晚他真的来 打给我留了一张票 又给钱的 又不是要请的 就来看 看完之后还入后台 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好奇 他一个做生意的人 尤其是不封码牛 他不会对文化艺术有兴趣的 他问很多关于 我们香港的舞台剧 下去星马 做巡媒演出 有什么支持 政府的支持度够不够 还有星马的观众是怎样去接受 我们香港的舞台表演艺术 他问很多一些 似乎应该是一个从政的人会问的 那我就开始觉得 这个将来都不会是生意人 都应该是从政 本身我是选委 我是支持了他 亦都被誉为良粉 有时我有些支持他的言论 或者我对于社会很多反对派的声音 我表示过一些不满或反感 我都被人砌 话说有一年 我想在他上任之后 一两年的某一次 在礼宾府 我没记得他来跟我说 他说社会上 应该大家都不应该是害怕 而应该是表达意见的 总之高导演 你就跟你的心 将你的说话说出来 我很记得他说他这一句 一方面既是鼓励了我 他不是鼓励我去支持他 他是鼓励我将心里面的说话说出来 我想在这个社会最重要 都应该是说真话 就算大家未必要完全同意 但都应该是保护一个言论自由 他听到的 他听到的事情是挺用心的 包括其实在他决定不再连任 之前大概一个星期左右 他有跟我们文化艺术界的 当时的选委是有一次罪面 他是拿着他那本很有名的 很识订长的柏子宝 是真的每一个人问完意见之后 将重点写在柏子宝那里 如果你说他五年内 为香港做的事 很多好的事 也都不需要我去覆述了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 其实他五年下来的施政 他怎么都是一个勤力 而且是叫做为香港 勤勤狠狠老老实实的 做了很多实事的一个特首 我仍然觉得他会为香港人 会有发挥的空间在后面 无论在政协或其他岗位 产生 真正的命令 而且是什么 我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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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法